各位老师同学和香港市民 今天好像香港市民来的比较稍微少一些 是不是你们报名报得到 把那个杰铺宣征法的位置都在讲 我是领兰大学中文系的蔡同学 今天十分高兴有机会请到杰铺教授 来跟我们做国学堂的演讲 唐师的系统国中文世界传统 杰铺老师跟我们丙兰大学 关系有十分之深厚的关系 我们这里有一位今天在观众里面 有一位老师是较大的老师 胡佳靖老师 他是贾寅老师的学士学生 硕士学生博士学生 胡佳靖同学 胡佳靖同学这是一个献身说法 就是贾老师对中文系的一个贡献 杰老师来中文系课做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是胡佳老师的那个本科的老师 第二次是硕士 然后硕士毕业之后 胡佳靖老师就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当博士 拿到博士之后现在回到掌管 在教导人家 蒋老师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特定教授 蒋老师在到华南师大任职之前 一直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 担任文学所的文学研究的副所长 学部的学术委员会 很重要的职务 那个蒋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的研究 是以唐诗和清诗化为主 那个蒋老师是国内古典文学的那个顶尖学生 正是如此 今天这今天几乎是满员了 今天这里 是大家都相信都是怒鸣而来 他的研究主要那个时期是唐代和清代两个时期 他的研究是很富有原创性 视野开阔 渐进深刻 就身为同道的推崇 我觉得蒋老师的学问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 目前的最高水准 所以我对蒋老师的研究都十分之关注 得到受益匪浅 蒋老师在不同的大学里面 多个课教 当过课作教授 然后得了奖很多 常常的这么一大段 我就世界宝贵 我就不一项一项来读了 所以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蒋教授 谢谢 也听我上次报告一点关于唐诗的研究 最像蔡老师说的 就是我和南大学有很悠久的学生关系 在这个旅程系教授、学生兵教授 还有那个司徒兵教授 都是曾经是两次同事 今天又见到各位,非常高兴 同学们当然是无论是以前熟悉的同学 还是第一次见面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唐诗研究对写心得 然后我们做一些互动的讨论 非常高兴这个机会 谢谢蔡教授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 唐诗戏读与中国诗学传统 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读诗的一套方法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 现在讲到这个诗歌 我们经常会 大家可能都熟悉知道一句话 说我们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对吧 这个这个话就是我们传统的 就是从近代以来吧 大概我们会把诗歌 引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骄傲 然后在这个静代里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中东华 这种封建帝国 就是受到这个外来的这个西洋文明冲击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世代府都普遍的就是有一种好像 像这个一种这个这个各方面都会有一种自卫表 觉得我们好像很多地方都不辱别人发达 那么梁启超他就是讲 他说我们中国是是不如人 但是就是有一点说我们中国的诗歌呢 别人比不了 就是可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啊 把诗歌引为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骄傲 这个大概是是是在当时的一个一部分世代府还是可以这样这样有自信的 那么这个讲到中国的这个诗歌的历史呢 确实是大概在这个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 就是就在大家都知道唐唐代是用诗歌来考试的 作为那个录取官员的一个一个考试内容 这个恐怕在世界上也很很少见的 然后从那个社会的各阶层 这个对诗歌都很爱好 对吧 在唐代大家知道的 这个有一个歌迹 他就是这个歌迹啦 他的一个技能 他的要价很高 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那么别人为什么 他说我是能背诵白亚学士的茶红歌的 他就是以此来证明就是他是一个一个文化的一个一个 就是随便说他都可以以此为交 那么上次皇帝下至这个普通的素人 这个对诗歌的那个爱好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传统 那么这个前龙皇帝这个对吧 叫他叫做这个十全老人 就是他的一辈子文字武功都十全十美了 这个十全老人 他过去传说说前龙皇帝写的诗有十万首诗 那么现在是大家 大家经过统计说没有那么多 可能是有六万首 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厉害 这且不说世界上哪一个皇帝能有写这么多的诗了 就是中国也没有 中国大人历代到现在不知道 没有个诗人的写过那么多诗了 而且这种古诗也有根据的 他自己讲过 他说我这一辈子 这个其他的就不说 但是说我写的诗 唐唐人就没有人写的有我这么多 那么现在的全当诗 现在的全当诗 就是 是这个 是有不到五万首 他原青年的全当诗 四万八千多首 剔除了一些重复的 加上现在新增组的 一共仍然不到五万首 所以像前龙皇帝能写到这个 这进来 我问我上班 不过去 啊 那么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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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 小龙皇帝 他一个一个皇帝人写这么多的诗 也可见就是他把诗歌 看作是一个 这个人生值得从诗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 这个 阅读 唐诗 阅读 这个中国规券诗 也成为我们的 这个民族的文化教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 今年呢 这个大陆在 那些媒体啊 在一些主流媒体的那个 推动下 包括像那个北架讲堂 包括央视的这个 市大会啊 这个 这一点很热闹 也引起了以前 社会 对这个 诗歌的关注 对皇室的关注 但是 目前的整个的那个 大家讲诗呢 就是 还是存留在一个就是 比较这个 比较一个好像一般性的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要讲说这个 唐诗的阅读 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 或者作为一个对世代爱好者 要想了解一个唐诗的一个 我们的传统的读法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唐诗的阅读啊 它也是有一套技巧的 也是有它的规则的 也是有它的规则的 也是有它的一套询问的 所以我今天呢 那就是根据就是我自己 这个研究师各位 一点一点心得呢 就是跟大家做一些那个分享 就是首先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 大概是这样三部分内容 一部分就是讲这个细读法 就是也是这个中国诗歌 批评的一个基本形态 因为第二点就是讲的 这个诗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三讲的古典诗学的传统读法 那么从这个近代以来呢 就是中国文学批评 受到这个西洋 受到这个外国的 这个文学批评的影响 那么大家就是在这个学术界呢 那往往有这样的一种 主要的一种 或者说是偏见也好 或者说是一种 那种故事的成见也好 就是说呢 那中国的文学批评啊 都是好像印象式的 比较明星的 不成细细的 都说好像被骗化的 那么好像不如这个 西方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批评呢 那么细密 那么完整 那么有细细 对吧 而且从这个近代这个 这个英国这个形式批评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 这个新批评派成立以来呢 文本戏读 就会被认为是这个 西方施歌批评的一个 一个一个主流 那么好像相比之下呢 中国的文学批评呢 跟这个印象派的这个 对啊 跟这个新批评派的这个批评 比起来呢 我们的批评会显得比较零碎 现在就要片段化的 对啊 是印象更多化印象化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是在学界 是观望会成为一个主流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可是 其实是这个 嗯 都不很这个完全的 如果说在宋代以前 你们是以这个 呃 言语的常常诗话 或者是以这个 唐人的诗歌啊 宋代的诗话 作为我们中国这个 文学批评的代表的话呢 那么这样说大概也 八九不理事 但是如果你把明清 两代的也是都听不包括下来的话呢 那么那样一种说法就很片面了 到了明清两代 就是我们的那个文学批评 因为它的出版过也比较多了 底下书也比较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就可以让通过那些著作 我们就可以了解 就是 这个细补法 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 只不过是因为 中国这个古代啊 课书非常难 一般老师的这个 讲义 真实的 讲课的时间 时候 它的那个 很难就是完整的这个 出版和印刷 所以留下来的往往是一些 精彩的片段 只能用最精华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 传媒的做过往往都是一些 好像是片段的 零碎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 新生态 看那个徐增 他们的那个说唐诗 对吧 你们就会看到 真实的 诗生之间的讨论 和和这个 这种 批评啊 那样的也是非常细致的 他们讲一首诗 可以长得一两千字 因为我们现在写这种 这种见诏 诗归见诏 我们都觉得还要长 那个是我们 这个中国古人 这个诗归批评的 一个常态 一个日常化的批评 它的真相就是那样的 但是只不过是 因为这个中国的 古书刊课很难 费用很高 一般人 课不了那样的书 所以那样的一种 批评的实态 很难被这个 完整的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 看到大部分的诗画呢 是比较沉溺状态的 那么 我讲这个细图法 是中国文旗批评的一个常态呢 就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种书 就是 清代一个陆风军式的 这个 这个 是铁仙样集裁诗 诗法 他这个书是个讲是铁仙法 但是他会从 从这个苗题 隔 壁 笔 句 字 韵 对 气 神器 从十个方面来 讲一首诗 那么这样经过一首诗 经过这个十个方面的一个梳理啊 这个诗就会被梳理得非常细了 那么 一般讲这个心批评法 这个心批评法 它是把文本视为一个独立自读的 这个非历史的 属于空间中的客座 那么它意义就是 会源于这个文本本身 对吧 刚好我们讲 它这个心批评法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中国 像这个 金正探的这个 这个 光华航 雪皮 常灾指示 许征耳然说同时 就是这样的一种 以文本为中心的 阅读批评的一个典范 它也很细致 金正探这个书 是 那个台湾的胡鸿一教授 把它说成是 中国的这个形式主义军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金正探 他平时 他是和这个 就是持一种文本中心论的立场 他评到这个杜福和李白的时候 他会说 杜福这个人你看 就是很 很这个 胸襟很大 这个气量很大 你看他是 从来你看 这个 不跟李白 意思就是不跟李白去 争什么东西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 对李白你看 很 还这样 态度很 牵合 他都不知道这个 李白比杜福要大12岁 他以为是 他以为是 李白是 杜福是前辈 所以他说 他说这个 这个 杜福在李白面前 不改前辈架子 他就说 他 他连就是说 他连那样的一种 超出作品之外的东西 他是不关注的 他就是 只盯着文本 只盯着这个训练 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就是这个 清晰平均的这样的 文本都不能的 那种态度 一样 我们现在的这个 诗学的那个概念 一般是讲 主题 意境 那么讲题材 讲类型 类型就是这个 江二 对吧 一个发言词 然后讲建构 讲构思 讲表现的手法 讲修辞 讲意象 讲语言 这个用具了传统 那么 中国的这个 他 他种概念呢 他是 不太一样的 从文 文经教文开始 他就是说 已经提出了 诗采 示意 情志 体制 这个 工商 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些 分析诗歌的一些层面 到了杨宰的这个 元代作家杨宰的这个 施加 施法家术 他就 把 利益 便据 卓斗 协议 协谨 协谨 出事用事 下次押韵 把它 变作 我们讨论诗歌那些 一些 基本的那个 这个概念 然后到这个 意名的施加一纸 他又提出 情 意 去 度 事 敬 神 气 理 力 把这样的一些概念 作为 诗歌讨论的 一些 基本的这个 概念 中国大概到 元代 开始 就是我们诗学里 对的一些 基本概念 已经被提炼出来 就是我们后代诗学里 谈到的一些 我们论诗 这些核心的概念 在元代 已经 已经 基本上就是被提炼出来 所以元代 过去大家 不太重视 不太重视 最近也 也开始有人 因为全原诗 全原文都编出来 所以元代 现在研究的人 较多了 那么元代 实际上是 照我看来 它是开始 我们中国诗学的 体系 基本的运行 它的核心概念 才可以提炼出来的 一个时代 就是 所以我们今天 后代论诗 基本上 都是 使用这些概念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些 这个 来读诗的话呢 就是 就是 会有 形成中国 自己的 这个 读诗的 一套方式 就是根据我们 这些 上面的一些 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判断一首诗 我们就会从 这么多的那个 方 层面去 去看 那么 中国人讲诗歌 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呢 就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 就是 体制 体制 就是在 刚才在 那个 前面 文英雕龙的里面 文英雕龙已经提出了 这个 论诗文 体制 是最重要的 那么 到了宋代 就是 这样的观念 已经就是成为 这个老僧常常了 就是 黄庭天就说 他说 金公就是王安石 他说 王安石凭文章的话呢 常先体制 而后文之工作 就先看体制 对不对 然后 再谈一些的好不好 这个 这个 这个薛薛的这个 这个清代理事人 是 他说 得体二字 就是 怎么把握体制 叫得体 得体二字是 施加第一重 人县 人县 就是在虐不得 就是说这个 读诗 首先体制最重要 那么体制好比什么呢 我们打个比方 计划叫我们穿衣服 你在什么场合 你 穿衣服 什么 最重要 是 颜色最重要 还是 面料最重要 还是 款式最重要 一定是 款式 对吧 如果你去 应试应聘 你就要穿一个 比较 这个 普通大方的一个 一个 一个衣服 如果你去 出席 婚礼 出席 你就要穿的 就是一个 比较 法贵的衣服 你要出席 三方的仪式 你就要穿一个 很不舒服的衣服 就是他的 那个 款式 是应和这个场景 决定的 那么体制 就是一个 一个作品的 一个总的要求 就是你 即使穿衣服 得体不得体 一个作品 都有一点 得体不得体 首先 体制对了 那么体制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 有类型决定的 类型 这个词 就是 是文学里面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我们现在看电影 大家就知道 这个 一个电影 首先 说 这是景北片 还是 还是 还是这个 抒情片 还是 学艺片 还是这个 对吧 这个就是 类型 因为你有了类型 你才知道 这个片子还说什么 那么 做诗文也是这样的 我们要想写文章 我首先要决定 我这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是吧 类型跟什么 没关系 类型跟你的功能有关 就是首先 你要是你写这篇文章干什么 功能决定了你的类型 类型又决定了你的体制 是吧 所以呢 这是 我们中国人讲 讲这个诗文的时候 首先是 要看体制 体制呢 又和类型有关 那么大家 这个文选一定很熟悉 文选是目前 我们知道的 这个 这个 根据类型来 选择作品的 一部 一部作品 一部这个选集 文选分22类 武王 朔德 这个 确立 限师 功练等等 都是类型 哀伤 勇怀 这个行律 都是类型 比如说 这个勇怀 勇怀就是 自己内心有一些感触 需要表达 那么他就 决定了 他 一般是 一个 一个主旗 先行的 对吧 他没有这个 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出发 也可能没有 所以他一定是 以表达自己的 这个 情怀为主 那么 哀伤啊 这些当然 这个都一样 像 永始 肯定是 面对这个 历史上的事情 来发表评论 或者是 感触 所以这些 类型 决定了 体制 那么 中国古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把 体制看得很重 所以非一手诗的 这个 评判 首先是要听 体制 入手 但是往往是 历史上这个 不是说很 都能明白这个 体制的意义 比如像那个 许学宜正正名过 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家 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 最优秀的批评家 之一的 王福智当然 就更不用说 王福智的这个 美学 是大家很吹通的 但是 他们两位 对这首诗的 那个判断 大家看一看 很可能就是 有问题了 莫花朗这个是 大家一定都可以说的 对吧 是这个 是一个名作 只是这个 唐诗里面的名片 但是 这两位都提出了一个 很严重的批评 许学宜说 她说 这个诗 这个诗 前四句很雄壮 后面四句 就很不称 这就是说 这个诗不完整 不完整 前后不称 那么 王福智呢 就是讲 说 孟浩然呢 以周记垂调 他说 勾索合体 勾索合体 勾索合体就是 不相干的东西 把他牵扯到一块 来凑这个题目 他说呢 确实全无干涉 就是说 这个 船啊 这些 这些 这个 舟记啊 钓鱼啊 这些 他说跟你这个 动听不及 主题没什么关系 就有点山拉硬扯的感觉 那么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 首先要看这首诗 它的类型是什么 一般这首诗的题目 有的就叫 林动听 没有上 上神像 这四个字 如果光是林动听的话 它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游览诗 对吧 到动听湖边上 可能是个游览诗 但是 有了上 张成像的这首诗 这四个字 我们就知道 这首诗 它是一个献笔 张九龄的 张成像 张九龄的 这首 献诗 在古代 这个献诗啊 往往都是 去 把自己的作品 给一些名人 达官 去献给他们看的话 往往都是一些 求得 他们赏识 然后 获得竞生机会的 一种手段 就是我们古人叫 甘业 古人叫 甘业 所以这首诗 它从魏神上讲 它是一首甘业诗 那么甘业诗 它的体制是什么要求呢 就是 甘业诗的功能 是要求取别人赏赋自己 对吧 那么你凭什么要别人赏赋自己 所以甘业诗里边 他就要有两个诗 一个要表现我有才能 对吧 我正用我有才能 别人才能赏识你啊 所以甘业诗的这个 它这个体制就要求 通过我的这个诗写作 我获得你的赏诗 然后呢 表达我 这个 请你提拔我的意愿 所以甘业诗的体制要求 就是 它就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要展示才能 另外一部分就是 希求提携 那么从这样来看 我们来看看这首诗 年号怎么写 第一句八月湖水平 总写这个湖水 对吧 比较平常的 写这个时间 写这个湖面 但是含虚奔太清 这一句 这个力量出来了 对吧 虚就是虚空 这个湖水含着整个的虚空 太清和天上的那个 古人把这个道教 把天上 太清 上清 御清 分成三清 它这个湖水 一直把天上的这个 三清都包含在里面 就是说 湖面的空阔泡渺 就是 写出了湖水的这个 空阔泡渺 这两句就是写湖 然后 就写到 因为洞庭湖这有 岳阳楼 写到 说 戏增云孟泽 剥害 岳阳城 云孟泽是湖北 但是它这个 洞庭湖是在湖南 这个湖南 这个云 这个 洞庭湖上的这个水汽 增腾起来 一直会垄罩到 过了长江 垄罩到 湖北的 云孟泽 这个 把这个湖面的那种 气势就写出来 下面一句 写它的波浪 波浪 能撼动 岳阳城 因为这个洞庭湖那边 在岳阳城的边上 说它的波浪能把 这个 岳阳城都撼动 这样你 它就写出了那个 湖面的 这种浩妙的气势 和它的湖水的那种 那种 这个 这个 波浪的 一样的一个力量的 所以 这两句是 古人 认为很妙 就是 写这个 东庭湖的 名句 可以说这两句是 就是 把孟化然的才能 表现出来 就是 应该它前一个目的 达到大家同意不同意 就是 那么 下面 要 第二个主题了 要表达自己 请求提拔的意思 写 弧面 写动静虎 怎么转到 自己 那个 希求提拔的 怎么转 把这个意思 怎么要 转上来 好了 他就写 欲记无周景 弧面很寬 我想渡过去 没有穿 对吧 那么 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希望有人来渡我吧 那么 如果 这个意思 如果 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表现 别人不理解 但是 这个 这个意思 是 有固点的 朝职的诗里面已经写过了 说愿 愿 愿欲一清记 西载无方舟 闲居废武之 甘心复活 你看 朝职的诗里面 已经写过了 我想去渡河 可惜命传 所以 预计无周景 这样的意思 他已经成了一个 传统的一个表达 莫阿然写出来的时候 3901看出会懂 就是 就是 而且 而且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奥然密集 这个号称是贾导写了书 但是 可能是 委托的 就后人 假托了 他们已经 到了中堂以后 他们已经把这些 一些 常用的意象 已经给他 他的 语意 已经固定下了 就是说 周际 桥梁 都比上子 然后呢 比提携的人 黄道通常也 所以 这样的一个意思 沐浩然写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 当时的一个通行 人人都能懂的 一个意思 既由古典做成 也有同时代的 一些世家的故事 所以呢 那么 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他从写弧面 写弧面的 扩大 然后呢 引出了一个 弧面扩 我想渡过去 我没有存 这样的意思 不是 就把他的这个 委婉的表达出来了吗 就是这样 就是很自然 那么 预计无洲地 都已经此生民 那么 下面 为什么说 关于此生民 这个意思又来 莫浩然这个影视 对吧 影视 你现在想来做官 影视本来是 这个 你看李白写 写 写诗 称赞莫浩然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武爱共夫子 风流天下文 对吧 这个红颜 西宣勉 白手 卧松明 把它写成一个 一个超超然的 出世的一个高史 那么你现在这个高史 跑到来 来求做官 不是很庸俗吗 对不对 不是要 不是要很爹身份吗 好了 下面来的这句是吧 叫端居此圣明 就是说现在圣明的时代 因为孔子这个 在论语里面讲过 说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则已 是吧 如果这个 一个太平盛世 有道的时候 大家应该出来 这个服务 应该出来做事 说这个乱是我们的意义 所以 他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用 孔子这个话的意思 就在圣明时代 你待在家里 不出来 是有夫妇这个时代的 所以 他加了这一句 他就为自己的那个 引试出来干预 找了一个台阶 给自己找到了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吧 所以 最后两句 说 坐官垂钓的 看到那些钓鱼的 头有泄鱼情 为什么泄鱼啊 希望被钓上去吗 那么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对吧 这里面又传了一个故事 就是江泰公钓鱼 对吧 江泰公钓鱼就是钓上了周恩王 对吧 钓上了周恩王 把周恩王钓上 那么这个地方 他也就是 他希望自己像鱼一样的被张鱼灵钓上 所以 所以 这个地方你看 从那个写湖 然后到引出 周 再从那个周 再引出这个钓鱼的鱼翁 最后再到鱼 这不是过渡不是很自然吗 否则你替孟范然设想写这个湖 写完了我要表达你提一包我 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呢 对吧 所以他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构思是很巧妙的 既婉转地表达了自己 婉转含蓄表达了自己的 那个 希望 这个提携的那样 那个 那样的 那样的心愿 同时 又 在这个诗的这个衔接上 过渡了非常自然 然后 他里面又有 用点又很贴切 所以 从干叶诗的这个体制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 比如说写得很好 可以说写得很好 可以说写得很好 就是叫就干叶诗而言 那么因为是许悦一他们 他们是把它当做一首土同游览诗 或者当做一首这个提勇诗 来对待的话 那么你就俗的人写不符符 写得写成钓鱼的人 写这些 对吧 就是 就会 批评啊 认为后四句跟前面或者说 大小不称啊 或者说他不连贯啊 这个有点千元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 我觉得他们两位就是 没有能明白这首诗的体制 你不能把握他的体制 你的批评就会不准确 你就把握不了这个作家的意 就是写诗也 就是批评 就是我们说就没有说到点子上 所以说这个体制的重要就在于 你 你只有抓住了体制 你就知道 一首诗 作家的意图是什么 他对这首诗的 他对这首诗的 他对体制的要求他要做到什么 然后你可以去判断 他有没有成功的实现了他的意 这就是我们古人讲博士 首先要讲体制 就是一个 就是通过体制 来把握作者的意图 然后判断他这个意图 实现的完美和完美 实现的成功成功 这就是体制的朋友 好 我们再讲 下面再讲 体制之外 中国人讲博士 再讲什么呢 结构 就是说一首诗 你有了你的体制 以后你怎么经营这首诗 第二个环节 就是讲结构 结构这个词 出自这个 汉代这个王元寿的 灵光店户 他说那个 于是 详查其动语 观其结构 在那个时候 他的结构 只是讲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房子的 构造里面的 那么 后来 被 这个 批评给用 王福智的古诗评点里面 评这个 刘定贤的那个 美人诗的时候 他说 井中有人 人中有井 巨处猪流之上 结构 亦不失 到王福智用的时候 当然就前面 还有人用了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 结构的概念 已经跟我们今天用的 结构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很接近了 那个 他评这个 徐卫的 也接着词 五六非 仅仅 结构 固存 这个结构 都是已经比较接近于 我们现在用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 一个 踝骨石 我想通过一个 一组 踝骨石来理解 这个 结构 那么当然 我们还是要从 体制详细 踝骨石的体制要求 是什么呢 就是 他一定是现实 现地 来表达 兴亡感情 他和勇史是两个概念 踝骨是一个 一个啊 是 踝骨是一个类型 勇史又是一个类型 踝骨的这个类型 他一定是要现场 一定要在场 所以他一定是 面对一个遗迹 或者一个 一个场景 一定是要在场的 但是 勇史可以 不要 勇史可以 根据书本知识 可以我读历史书啊 读前任的 这个各种书籍 我对那个历史上 发生的事 我表达我的感觉 我表达我的那个 美刺 反思 这些 那么 踝骨的 这个体制 它是 既然它是一个 现实 现地的 所以它的那个 它的出现的 就是一个 一个建构的特征 就是一定有个 古今对照 就怀骨说一定有 古今对照 因为你面对的是 一个历史遗迹 这个只是一个 过去的 一个 一个历史的遗存 一部分 那么 这部分 相对这个 曾经有的历史 它是一个很 成缺的 这个 一个破落的 这个 所以 它会成为一个 一个曾经有过的 那个 完美的 那个繁华的 世界的 一个 参与 所以它一定是 令人 唏嘘感慨 所以 过去的 这个繁华 和我们今天 所面对的 这个 就构成了一个 古今对照的结构 所以怀骨是一定 这种包含一个 古今对照的结构 这就是 它体制决定的 我下面我以 这个三首诗 来 这个跟大家 一起来 读 看这个 它的那个 结构 是怎么 完成的 因为怀骨市里面 有一个 古今的 这个对照 那么从古到今 这个当中 它会有一个过渡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两个都简单的拼在一起 所以从古到今 这个有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和转换 它会 有 不同的方式 有明转 有暗转 那么它对这个古代 因为你 管古你是面对这个历史遗迹 啊 我们看到是今 也是个残疑 所以你一定就回溯这个往事 回溯这个古 那么这个回溯 又可以是用实笔来回溯 也可以用虚笔来回溯 也可以用虚笔来回溯 所以在这个古和经当中 因为这个回溯方式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转折方式的不一样 就形成了不同的这个结构方式 人家第一种 是 岳东淮 就是 现在的这个 这个 一个 绍兴哪 现在就岳国的首都绍兴去了 它写的是岳王当年破 灭了吴国以后 回去的那个场景 岳王勾建破吴归 战士还家静井一 然后宫女如花满春殿 这三句都是写岳王得胜回朝的 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种 翻腾的景象 热闹的场面 宫女如花 这个回到这个喜庆的场面 三句 这三句都是回溯 它是用实笔 因为它们都具体的描写 所以是实笔 所以它是实笔的回溯 然后 最后一句 转折了 至今唯有这部分 眼前的这个都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岳王牌上 叶珠 只剩下一个 纸巾这个 所以它这个转 它是一个明转 为什么 因为它说了纸巾 过去是这样 纸巾现在是怎么样 这个古今的对照 它是点明了的 所以我把它叫做明转 它是三句和一句的关系 三句回溯 第一句最后一句转折 是明的转折 第二首还是李白的 苏台南就是在苏州这个地方 一个 就愿花台杨有心 灵歌清唱不生春 指今唯有西江月 曾照吴王中里人 这个是一开始是写今天 就愿花台眼前回今天 第二句还是写今天 第二句还是写今天 第三句还是写今天 对吧 人是三句都写 但最后那一句 纸巾唯有西江月 但这个西江月曾经照顾 王中里人 所以最后那一句是转了 但是转的时候 它没有明的写 因为它还是写第三句 还是写纸巾啊 还是写今天的月亮 只不过到今天月亮曾经照顾 所以它第四句是转了 但是它这个转以下是暗转 它没有明 所以我叫它这个暗转 但是它的回溯 它的这个回溯 它的这个回溯是一个实体 所以它那个回溯 因为这个月亮曾经照的这个 五万公里人嘛 它那个是一个实写了 所以它是一个实笔的回溯 但它转折是一个暗转 是三句对一句 上面是三句 古一句经 这个是三句经一句古 好 再看第三首 是窦拱的难有感心 它说伤心欲问前朝事 这是经 对吧 但是呢 它是要问古 问问古 所以它是 因为它是想追溯前朝的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追溯 但如果你追溯 你下面 一般来讲 你追溯了下面 上天前朝事 前朝事怎么不压呢 你跟着就叙述了吧 结果它没有叙述 它说 唯一见将有去不还 它第一句是要回溯 按正常的写法就是 下面就要讲了 上前朝事是如何如何 当年如何大观 结果它偏偏不写 它第二句就说 唯一见将有 就是 经 还是写今天 然后来日末东风 春草地 车度非常被忘态 全是写经 都是写经 没有写古 但是问题 这个第一句就在写古吗 它不说 但是它说了 对不对 它说回溯这个 引你去想象的前朝事 所以它是一个 须比的回溯 它没有具体写前朝事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须比的回溯 然后呢 它也是一个暗转 它没有 它说违见违见 它一直都在站在今天立场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转折 但是将它转折 对不对 所以我就给它按转 那么 你们看这个三首诗 就是个简单的一个结 一个一个 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个绝句 四句 但是你看 这三首诗里面包含的 结构的变化 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们读完的感觉 我相信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第一首 我的感觉就是 它有一种强烈的那种戏剧性 把这个得胜的繁华 胜利的那种喜悦和写的淋漓尽致以后 突然呢 说 如今 是有最苦 对吧 这是一个 这个从热闹到冷机的一个 一个 一个强烈的转色 它 比较有戏剧性 因为一种戏剧性 那么像是 第二首呢 第二首就是 它都写眼前的 标谈的景象 让人有一种 一种怀骨啊 一种淡淡的一种惆怅啊 然后想到 这个月亮 曾经是造过 当年 造过王公里人的 那么那个就是 让你去 引你去想象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 是一种淡淡的忧伤 但是呢 它又是 启发你去想象的 所以它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种 很低玩 很惆怅 是一种很惆怅的 不是那种强烈的那种 戏剧性 那么 最后这个什么呢 并叫做 最后这些就是 直播消息的感慨 就是你想去 追溯前朝的事情 都没有遗迹 你连想都不知道怎么想 他就还是说 你看陈兆公 王公里人啊 还启发你去想象 他有王公里人 到这一个那时候 就是 你要想问前朝的事 已经没有了 这个 因为这个难有感性啊 岳王台就是广州了 现在就是岳王 还木还在开一个博物馆 这个当年就是岳王台的故事 当年这个岳国在汉代 也是很强大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什么去都没有了 你再想去追问前朝是 已经无可追问了 所以它更给你的是一种感慨 就是历史的一种虚无啊 就李白最经常是有这种历史的虚无感 对不对 经常是说什么安在灾 什么安在灾 就是 所以 这三首诗 结构不一样 他呢 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他给你读了以后的 那个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这个 结构的这个力量 就是 古人 讲师 那么 结构是很重要的 好 在下面我们讲 格调 格调呢 就是 比较接近于现在的 这个 风格的概念 但是我们古人 不解 不用风格这个词 因为这个 风格这个词 虽然古人很早就有 但是呢 它是一个外来语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人文社会学科里面的概念 这个词语 可能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日语来的 就像我们讲 文学 诗歌 什么风格 什么形式 全都是日语来的 连诗歌都是日语来的 因为我们古人讲叫歌诗 中国讲诗歌的 日语是把 汉诗 和歌 合成在一起 叫诗歌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诗歌 这都是日语的外来词 那么中国人讲的 格调 所以格调这个词呢 就是 虽然大家好像都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不好讲 就不好讲 就是这个格调这个词 你就看名人的 经常用这个词 但你要把它 梳纳 梳理 归纳 想给他展示出一个什么清晰的意思 不好讲 所以 我以前也是觉得这个词不好讲 后来我 注入那个夜线的原诗 就是 才得到这个 从夜线的原诗这个里面 我才提回到这个格调的意思 这个赵一光 这个明末的一个人 他说 如果有格调 文章以 体制为格 音响为调 那么 他是把它理解为 体制就是格 音响就是调 音响是调 大概是 没有问题的 但是是不是体制为格 这个 就是 你像夜线的人讲的不一样 如果光讲体制为格的话 那么 那么体制就是已经有这个词了 还有格 还讲什么格呢 所以夜线讲的对 他说 言乎体格 体制于造气 体制其至 格是其心 所以夜线讲的 讲诗啊 说是 诗就是叫 体格声调 正好就对应着格调 就格就是体格 调就声调 声调不成问题 格是体格 那么 体格两个字再分 再分为 体制其至 格是其心 怎么讲呢 就是体制 就是我们来讲体制 体制的功能决定 这个瓶子 装水 它的体制就是 要求是 一个容器 中空 里面有容量 就是 体制 不能装水 只要里面是空的 有它的一定的容器 能装水 这就是 体制 那么格呢 你是用玻璃做 还是用这个塑料做 还是要做成方的 还是做成圆的 那这就是格 所以 格调 其实包含了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这个 啊 就是 就是这个 格调两个字啊 实际上就是 排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体制部分的 剩下的那个 剩下的那个 格式其形的格 和调 调呢 当然就是 深入一方面 运入一方面的 那个 格就是讲了 它的 体制以外 体制要求以外的 一些艺术性要求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它是一个容器以外 它的形状的部分 那么 那么当然就是形式了 对吧 就属于是语言的 形式方面的东西 那么就是用字啊 句法啊 这个 这个 意象啊 这个等等 所有的 它排除了体制要求之外的 东西 不属于格 是吧 所以 格调格调 名人讲的格调 基本上你看 最后都落实在 语言层面 句法层面 音响层面 但是 名人讲的格调呢 它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中心的概念 它是指的那种 特殊的音响 就像圣堂人 似的 那样的一种句法 那样的一种音响 是吧 所以 所以这个 他们讲的那个 格调 是那种 特殊的格调 就像王玉阳讲的神韵 神韵 本来也是一个 一个中心概念 但是呢 因为王玉阳那种美学啊 跟那种 一种 但远的趣味 跟一种很婉约的那种表达 联系在一起 所以人家一想到这个神韵 就会想到那样的 好像黄昏 黄昏下面的那种 那种 暗战的风景啊 什么 然后楼面上 泥漫着水汽的那样的一种 这个朦胧的感觉啊 就被原想到这样 它就被风格化了 就是 所以像一个 明人讲的格调 也是被风格化 这个 这个神韵这些都被风格化 就是你一讲到这个词的时候 人物不是想到的一个中心概念 它是带有一种风格 风格轻巧 是吧 所以 后来 这个题外话 就是后来到 吴方刚就是 他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还原 吴方刚就是说 神韵 什么事情都有神韵 他说格的格调 什么事情都有格调 就把它还原成一个 我们以前用的一个文学概念 就把你的风格化的格调去掉 就是 那么 杜思 我们讲杜思 我们要参与个局论 就我们怎么来理解 这个就是格调 杜思曾经 他在建议的标赋表里面这么说 他说 成之处作 虽不能鼓吹六经 鲜明素子 至于成欲正错 随时领结 杨雄美保之徒 顺可其极也 他想自己做复了 成欲正错 那么 后人觉得这成欲正错 四个字很 很适合拿来 形容杜思给人的感觉 所以这四个字 就成为 杜思的理念 对吧 人一讲杜思 拿来讲杜思 那么到底这个成欲正错 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清楚 因为杜思也没有解释 后人 也不知道这个成欲正错 什么意思 但是后人 他有不同的发挥理解 我们跟后人的那样的发挥理解 就知道 我们古人 使用成欲正错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 把它做一个话语来分析 做一个话语分析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成欲正错 在后人的使用中 它被复理解 做一个话语分析 至于杜思本来的意见 其实变得不重要 对吧 所以我们来讲这个格调 我们 讲这个 讲这个 成欲正错的话 我通过 通过这首诗 来 大家我们一起来体会 怎么体会 格调 好吧 讲杜思的成欲正错 我们咱们来理解 这首诗 大家也很 也很熟悉 风起一天 风起一天都 袁晓瓦 他是那个 学的那个 一个 灯高的一个 红阔的 大 远景 然后第二句 说清沙海鸟飞毁 写了一个 腐尸的一个定景 这两句 全人就讲了 他说这两句 十四字 写了六件事 就是 风起 天高 原笑 中清沙海 对 对吗 十四字字里也写了六个东西 对吧 他说 这个 美俊三世 是不是可能错了 所以美俊三世 美俊三世 美俊写了三个 三个事情 它又各乡层 是何等力量 所以它 都有很有力量 那么 那么 这就讲的是什么 是讲的一个 意义的密度问题 就是 在一句诗里 写了这么多的内容 意义 讲的意义的密度问题 这是 就是 连连找着看嘛 说一个前宫里面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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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 宋代的罗大帝 就曾经指出了 他说这个 他 他说实际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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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个第三年啊 不光是讲六件事啊 他说这个第三年十四个字 是讲了八个诗 讲了有八个层次 百年多 叫 万里悲秋常做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 你看 他这么讲道 他说万里一层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 万里悲秋常做客啊 万里 地方很远 一层意思 在秋天做客 食之惨烈 两层意思 做客 一层意思 是 纪律 常做客 是 经常做客 百年 啊 所以呢 这个万里悲秋常做客呢 就是 有四层意思 做客一层意思 如果你做客 一两天就回家了 也算不了什么 他是常做客 对吧 如果你 在一个天气好的 春天 出游 也很开心 在秋天 食之惨烈 是一个天气 让人感到悲伤的秋天做客 做客 又是第三层 多了又多了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做客 很近 对吧 你说你这个 香港 你的保守做客 随时都可以回来 对的 他说万里回不去了 所以这个做客 所以这个做客就变成 做客 长做客 秋天做客 万里做客 四层意思 别这样 下面一句 也是这样 对吧 这个登台 一个人 登台 是 古人登高 是个开心的事情 但是 独自登台 没有伴侣 然后 然后如果你是健康的人吧 等一等一 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吧 他是多病 多福这个健康不好的 这个事例经常写到他 重要啊 他说多病登台 对吧 然后 百年 多病 如果你是短时间生病 也没有 百年多病 百年就是人生的期限 这一辈子总是在生病 总是在抱病 什么就是 登台 独自登台 抱病登台 总是 长久 病 生病的身体 登台 四层意思 别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 都是给人的这个 感觉啊 就是 意义密度很大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意义密度很大 那么 成欲 正做两个字 什么叫成欲啊 成 就是 就是低沉嘛 沉住嘛 欲 就是浓厚嘛 所以 成欲两个字 到字面上理解 就是 里面装的可以做 意义 意义 深厚 丰富 丰富 可以做成欲 对吧 这就是成欲 就是 作诗的这种 造 构句 这个 构词 造句 很紧密 里面 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 压缩的很 很尽 所以这就是成欲 我们可以由此来理解成欲 那么什么叫正错呢 什么叫正错呢 什么叫正错呢 很悲伤的季节 然后 看到不进长江滚滚来 长江 在 因为他的那个 江江 就是这个 张若虚的那个 曾家花园 写的吧 江流代代 无穷义 人生 人生 将比长江来 人生 就是短暂的一剩 杜诗经常在 在那个 诗里面写到 高山的 高山的 那个 亘古不变的高山 滚滚不进的长江 都会成为 人生短暂的一个 一个反称 就在这种自然面前 人生是很短暂的 很渺小的 所以 所以杜诗里面 这样的 不进长江 都是反称了 人生的短暂和渺小 所以在 这种时候 灯高的时候 曾经的季节 他感到 自己衰老 自己的人生的有限 然后 在这个时候 还做客 还不能享受 自己正常的生活 要在外面漂流 最后还要是 抱病 灯高 孤独的灯高 所有这一切 都给他的 这首诗 充满了一种 这个忧伤 和落寞的那种情调 那么到最后 照理说 一个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 怀到这样的一个情怀 应该就是 最后 结尾的时候 怎么结呢 不外乎 要么有一种 就是 感叹 沉重的感叹 说这一辈子的时代 太难受了 我就 用一种绝望的语调 去结束 还有一种 像李白市的那种 像英雄主义的解法 就是 我要及时行乐 我要喝酒 我要用酒来 来 来 交仇 借酒交仇 他这个诗 意思是取得 借酒交仇的意思 他说 艰难苦恨 一种患 疯疼 偏偏 潦倒 心灵做酒 就是 就是我已经 在这艰难的时代 我已经觉得 我的酸老 已经 已经不行了 想吃喝酒 但是偏偏现在价义很困难 连酒也没得喝 最近酒也没有 所以他这样的意思 借酒交头是正常的一个逻辑 一个失意相同推进的逻辑 是现在苦恨犯疮病 我要借酒来宣泄 但是他这个意思 没有写 他反而说我现在想借酒交头 没有酒偏偏没有酒 所以他这一句的这个反则 他不让你这个失意的正常的逻辑 向前推进 他说这个地方的假来而止是个反则 用你错过你的意外的一个意思 这好像人家开汽车 开他们就把一个机刷车 一个停顿 顿挫就是这样 一个惯性 你的失意的惯性还得往前走 但是他的意思已经让你停下来了 这就是顿挫 顿挫 顿挫的意思就是顿嘛 停顿嘛 挫嘛就是挫败的挫嘛 对不对 所以顿挫两个字从字面上解 但是你结合这个失意 你就这样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失意的一个义脉 我们有一个义脉 脉落的脉 义脉的延伸 他不让你按照正常的一个逻辑去延伸 让你扭转你扭曲你 这样的话 让你读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这样带给你的感觉就是顿挫 所以后人就很学 黄云坚啊 后人就很学杜甫这种训练 就不让你一个意识 让你轻轻松松的按照你习惯的手术去远达 我一定用出人意料的结局来改变你 给你一种 给你一种造成一种惊奇的一种感觉 这就是 就是顿挫 如果我们这样来 来这个 来理解的话 我们就能体会到 什么叫成语 什么叫顿挫 所以在格调 古人讲的格调 就是这样 那么前路太阳批度诗里面 他 通过他指出 他说最后这个 杜甫这两句 其实是用的 这个鸡汤的 这个 以三巨岩绝交术的意思 就是 佐久一杯 潦倒 这个潦倒病术 这个 它是同意识翻出来 一个方多数 方美章严他解释呢 说顿挫之说 如水云 有网必收 什么叫有网必收 就是你们写一些书法之后 那个笔 下来的事 你不能就下来一拖一来 那样没有 下来 收笔的时候 回 一束的时候 提 一定是 一定那的一收 就是叫有网必收 不能说 一拖下去 那个笔就是这样 漂亮了 对吧 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 提起了最后 一个收笔 就叫有网必收 那么这有网必收 就造成一种 走回来的力量 对吧 无垂不缩 垂的时候又一提 所以他的将军律 巧服人 这个谭马 湾公 西不发 湾公 关那个地方 不是发出去 区的这个事 就是 这都是讲了一种 笨错的 都是讲了一种 笨错的讲法 好 然后第一个诗点 我们讲阴节 就是 这个 古典诗歌 他讲声率 讲阴节 但真正讲的 所以讲阴节 不是那个 平平泽泽这个 那个东西是固定的 那是个固定的 那个 平泽平泽的格律 没什么话讲 阴节是 讲的是 这个 字音 平常 驱入 四声的搭配 这个搭配 这个搭配 里面 有很多的诀窍 但这个诀窍 你没有办法 用一种 规律 说什么字 会不会分到什么字 好听 没有 你只能根据 前人的一些成功的 代理去揣摩 所以 所以 这个 黄针冠这个 错断路纪讲说 因应之说 消息甚微 虽千言万语不能道报 非熟路唐人士 自得 要靠自己体会 然后这个 李铿华也讲说 应前一道 难以言传 有略可 为指示者 亦得 因类误入 比如他说 杜甫的 群山万鹤乎经文 你用千山万鹤就不行 对吧 对吧 你说这个 他说这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 这是 轻众 轻伯法 什么呢 这个意思 他不是说 群山和千山都是平生 对不对 没有 关键在哪里啊 群山是左阴 这个就是广东话里 怎么念我不知道 上海话里面 群什么呢 君 君 他是左阴 这个里面 千山平平的 君 他这个 这样那个 他的着异念 咬得住啊 在古人书 咬得住 这样他念起来就有利了 千山万鹤的 群山 现在我们念 羊平 还是有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念群 羊平 还是比喻千 好听 就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 中不还 就是 他说 更不还 这个去生就更有利 中不还 平生 中 就没有力了 他说 这个呢 他说 是平责的关系 因为你这个地方 该该责的 你不用责 用有平生 就跑了 是吧 所以他说 这个 取留民怨惜 梦境赤花鱼 他说 怨惜 如果做怨恨 不好听 是吧 这个不吻邪 他说 这是呢 折生当中 又要分 或者 这个折生 少去入 三个都是折生 但是 你用 怨恨 他说 如果 取留民怨恨 怨恨两个都是 去生字连的 就不好听 可取留民怨惜 惜之时的 出生字 一生 两个字连起来 又读起来 有变化了 就 就这种地方 古人就说 你 只能去靠 一些作品 你自己体会 没有什么规律 的话 告诉你 那么 这首诗 也是很有意思 也是张朝的 这个江南曲 他此孤夜难 别西湾 年祖八开 尤未还 切梦不离江上水 人传 囊在 凤凰山 这切梦不离江上水 他是有 有的版本说 切梦不离江水上 人传 囊在 囊在 平泽没有问题 但你们觉得 来得好听 切梦不离江上水 还说 切梦不离江水上 来 对不对 为什么 江上水是 跌运 上 叫江上 跌运 对不对 跌运听谁好 江江水上 就是 格子底 在唐人是病 格子底 在唐 八病里面的一病 小韵 就是 所以江上水 跌运 江水上 它就是病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 很明显 还有鸟泽运 事话里面 它说 原本有一个诗说 秋色欲门凉 讲诗前说 门是不小 要改成官 你们直接听听看 秋色欲门凉 门 这个发音 闭口 闭口音 秋色欲官凉 关是个开口音 一下子 响亮的多了 秋色欲官凉 秋色欲门凉 对不对 就 然后这个 这个怀病事话 讲诗前 他说 五月临平山上路 偶花无数门都 他说 有人说 六月 他说 为什么不用六月呢 你看 六月 你用广东话讲 两个这个入生字相连 不好念 五月 念这多小 五十个赏生字 一念就很想 就是赏生字 你说六月 两个入生字 同一门 跌在一起 就急促不好听 然后呢 其实这个 藕子 他为什么不说荷花呢 就当天的 荷花 平 藕花 放在句子开头 藕花 藕是赏生字 是吧 是吧 然后这个 古教师八拍里面是 莫以乎而 这个可羞耻 恩情 亦各言习字 好了 手中食指 有长短 这个截肢 缝隙 接相字 这样的有长短 你要不要 改成有短长 就可以防身的多 在里面 手中食指 有短长 他要的子 都是要的子 要的这个 则生字 你改成 短又是个长生字 你改成 有短长 就会反映得多 不知道 就是他版本错 还是他原来就是如此 但是 不让你们自己 去 回去 读一读看 好 这个 好像时间快 快凑了 嗯 这样 他这个 这份就简单讲一下 就是 就是像古典诗歌 虽然讲 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讲 判断诗歌的 这些层次啊 这些这种 但是 但是有一些作品是 你好像很难讲出 他有什么技巧 就像这个 这个是 《问于何时期第三》 《笑耳朵他生字嫌》 《桃花流水咬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他前人说 他这个诗啊 不要用眼睛的人 都会知道他说好诗 他说 你说这种诗好在哪里啊 你讲诗好在哪里 除了当然 你可以说 这个诗的凶景 很超然啊 很高妙 他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诗 就是 如果你要讲 说这诗我要讲 怎么不讲啥 那么 没法讲 古人就告诉你 没法讲 就是一种 叫自然高妙 他说有 李高妙 有义高妙 有想高妙 有 最后 这些都 没法讲吧 就叫自然高妙 就是中国 有这样的一种境界 就是 北大的袁行费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 这个论文 论天趣 天然的天 趣味的趣 天趣 天趣就是自然高妙 就是他 他带来这样的一种 自然而然的 就是好 就是好像他 天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好 这叫自然高妙 就是说 读中国的诗 一定要知道的 有这样的一种境界 就是 就是你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 这样 就是自然高妙 你就 很多书就是这样 读了就好 但人家讲 讲 讲到什么 那这个里面 也是 天人有一段话 也是这样 真的 哦 这个 这个就是 那么今天我这个 就是想跟大家分析 他的内容 就是 就是这一切 就是我有公众话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 就是 就是可以 把我这个 知道 这个 这个 就是 他有一些时间 可能讲的太长 他有一些时间 这个 请大家如果讲的不对的 请大家 如果有一些 讲的不清楚的 也欢迎大家 起初 起初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杨老师的精彩 作为主持人 一般来讲的 应该是把时间给大家 但是我今天要忍不住 要打破这个常规 因为杨老师 因为杨老师 他所做的研究 跟我做的研究 内容 很相似 一个是诗学 一个是诗歌的分析 所以杨老师真正是 我的知音的知音 因为杨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文学研究的 我们选择哪个方向 杨老师 认为我们对文本的研究 不是说过时了 而是还没很多没有开展 可以做很多深入的研究 这个就是我完全认识 其实作为我来讲 这是一个本来是应该做的事 但是在当今的学界里面 是一种反潮流 在文学研究当今 因为都关注的都是文本以外的关系 历史 或者更加现在的关注的 什么权力啊 性别啊 等等 对于文本本身 因为是在西方世界的文学批评里面 他认为是新批评主义 结构主义 这些都是已经过时 赶了时髦 所以 那个文本的研究 文本的分析 这是几千年 上千年 从宋代 宋代远開始 都是我们一个斯文平的传统 但是很少人关注 关注人比较少 但是我在这方面 我 也成为我研究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发展里面 这就是正如蒋老师讲的 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完 而是很多工作没有做 你看像今天蒋老师讲几个一个核心的概念 这些我们经常读出来都觉得好像是很重要 事成像是 但是我们讲不出个道道 今天蒋老师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把体制结构格调声调 然后那个自然高调这些术语 落实到具体具体的诗歌分析里面 所以我们都来听来经济有关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古典文学古典诗学里面很多的工作文本的研究 不是说已经没展开 而是需要我们展开 正是如此我最近的一部专注语法和事情 是专门谈这些内容 这是一个我跟蒋老师 那个对于学术发展的一种判断大的判断 我们是一致 另外一个 刚才那个蒋老师讲了几个那个核心的概念 然后专注的例子 都是在我那个书里面 和在那个我的那个播客 播客和那个视频节目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里面 也用了同样的例子 也同样来解决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蒋老师刚才讲体制的问题 其实我在登岳阳楼那一集里面 我就选了就是孟浩然的和杜甫的两所来比 然后我的比较的话呢 觉得就是说杜斯 我是比较认同那个 传统的一种观点 当时那个杜斯的气派 前面那个气征 那个那个就是说 那个吴楚东南策 乾坤日月府 那个我觉得分析的话 他这种气派比那个气聪云蒙哲 薄韩岳阳楼要更高 然后下面下面的 那个那个 那个景年和伟年 我觉得在那个思想情操方面 那个在那个思想情操方面 一个是要求得做官 一个的话呢就是幼国幼民 那个平轩第四流 容马关三坏 也是一个转 我做这个判断的话呢 就从我们现代人 因为我是讲 登岳阳楼几手比李白 和那个与夏时阿登岳阳楼 然后杜甫的登岳阳楼 还有这个孟浩然 这个从这个 从观景提勇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我做出这个判断 觉得是杜斯 要胜过这个孟浩然 但是从写完了之后 播出了之后 我就觉得 可能有点判断 有点太激烈了 其实它是一个干业师 这就涉及一个体制的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干业师 而干业师就正向 就刚才讲 我们是这样分析 从作为干业师来评价 它是一个极价的一个干业师 但是作为一个观景师的话 它是远远比不上多福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区批评的话 比西方 那个新批评主义 它想的更加周旋 就是说我们不能是 光是讲结构等等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 它是为何而写 是这个诗歌类别 它类别它的预期的期望 你用这种新的一种convention 来分析的话 你得到的判断 是不一样 这就是说 公国古典 视学里面有很多精华的东西 它在西方的形式主义体里面 它是想解决 而解决不了 下面转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讲那个结构 结构 刚才那个 那个 讲往事 这个 关于职业结构的讨论的话呢 又是跟我这个 有一个形成一种 一个回应 一种对比 我现在那个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的 第一个系列 唐词之意境 最近要开播的 刚刚恢复开播 讲绝对 到往后的时候 就讲一个关于历史基材的一个绝聚 我 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怀骨 另外一类就是永死 怀骨 作者本身设计的情感 设计在那里 然后永死 往往是是晚堂的 那是一个 走出 个人的情怀 从一个 第三者的观点 来对历史 都能评价 这更多是理性方面 这是跟宋师的不一样 它是通过 景物的 比 那个对比等等 来表达的情感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这里面也就涉及一个体制的问题 更细微的有永骨和这个 那个怀骨和有永死 对不起你 然后这里的话呢 你觉得讲了几个 那个一个绝句 有几个绝句 我这里就觉得的话呢 讲结构方面 中国传统思学里面 也有很多精妙之处 在西方里面和结构里面 他们没有关注到 也就是说怎么样 在结构里面一种动力 从前是讲次 到了后来明清次学的时候 他就不光是讲 那个像元代宋代的起承转和 这是比较机械的 他要讲这种内在的 那个内在的一个一个转换 这里的话呢 我就觉得这个体制方面的话 他也有一个一个的参与在里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讲边塞师 讲公愿师等等 他都就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时空 这个预测的时空里面 诗人怎么样 在这个里面发挥一个 一种陌生的话 一种独特的时空的 独特的时空的处理 这里面的话呢 一个变化的话 刚才你讲的 就是实硕还是虚硕等等 其实 就是我 我讨论的时候 讲的的话 就是一个虚和实的变化 所有写的好的决句 都是在时空 以小见的方面 有独特之处 而这独特之处最重要的话 就是虚和实转弯的 对出乎意料之外的这种转弯 这种虚和实的互动的 一种因素 在结构里面下面的这个因素 这是在西方 现在的那个 就是新古典主义 他们试图 要 试图要解决的 比如说 他讲反复 就是说 结构里面 他有一种动力 就是一种张力 就是反复 他是只是找了一个 但是中国这个全部虚和实实 都是跟我们阴阳五行 都传统的宇宙观 紧密 下面 讲到这个 下面那个 我讲了一个 一个成余顿错 我在那个 这个杜甫这个 登高这个专辑里面 也是讲成余顿错 要是也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怎么样来解释 古人称战 说千军万利 如山谷 台里山谷一样 就是呼应您 刚才那个古人 就讲了 就是说 一句话里面 讲很多事 用这个来讲 去解决力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从内容上 但是我的分析呢 就是从一个结构 顿错是怎么产生 就刚才讲的 一个转 顿就是停顿 转 错是一个相反 怎么会有这种 这种 他就是 整片诗里面 他都是用一个 我称之为的 提评结构 提评 该说是断裂结构 就是中国语言特有 每一句 都是一个提评句 连开头两个 都是一种暗用提评句 不同类型 不同停顿的提评句 所以就产生了 这么细军 力量万军的气势 就是因着 这个剧法 而正是因为 有了提评句 所以他这首诗 每一年 都是队伍 但是我们读起来 不像队伍剧那样的 那样 动作很实话 我们一般队伍 因为他是重复 他正是因为 因为他在基因里面用了四三二五等等这种的提评句 所以它造成了一个奇特的效果 就是每一行 他是单独完成的 所以他这种的话 形式上 他完全是属于那个律师的这种那种对误句和非对误句这种对比 但是效果上 他就跟古斯一样 就是一种并列的结构 重复的结构 所以他造成一种独特的一个顿挫 那个那个 成余顿挫这种效果 所以这个的话 我的分析的话 就落实到这个剧法 从西方的另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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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所以说中西的比较 让我们开放不同的视野 又丰富我们解释这个 解释中国传统时刻 不同的提供一种不同的那个那个解释 其实您讲那个徐征是很精彩 他对那个王翰的那首那个葡萄美举夜观碑 分析的实在是精良 拍案角角 所以我在我的节目里头 我这一所我不谈我自己的那个那个看法 我觉得他写的太精彩 就是怎么解释用用这个顿挫 来解释这种做事 所以说这个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虽然是中文专业 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打开你的视野 丰富你的研究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一种感受 然后还有其他还有很多可以继续 我们可以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对谈 或者等等关于这些讨论 所以很高兴今天的话呢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您会给这个题目 所以对我那个解释发案 收获也很大 所以我有很多感应很多 所以今天有点是喧宾夺主 讲的太多 好 那个下面我就把时间开放给给大家 请大家积极这个踊跃欢迎 所以大家自由分享一下 读私的经验 读私的一些感受 郭费一半 好的 今天他会大 你知道吗 不是 嗯 很感谢这个呃 蒋老师还有蒋老师刚才两位的 这个呃 具有一定对话性质的一个 给我们的互相喜欢 其实我想接着刚才一个话 走就是一个关于体制的问题 以蒋老师刚才讲的一个例子的 就是什么靠然这首诗呢 如果说您拧了这个许学仪 我个人也很推崇了这种诗论家 还有王国芝的例子 他们对于这个诗的批评 其实他们这个批评 我个人感觉是 他是站在一个脱离作者中心的 这个传统中吧 有点接近一个去作者的 纯文本中心那种西方的 close的这种方式 从这个立场 他说这个诗前后不连 就是前面邪挺好后面不好 但是呢 您引入这个体制的概念之后呢 强调他的 其实我认为这里是强调 他是体要就是体制中的一个 用途实用主义的方面 来正当化了这个 从纯文本角度来看 他的这种割裂和不和谐的 那么但是呢 您今天整个的讲法是把体制作为 这个古典范畜之一啊 来跟整个这个系组 这个系组 做一个对照 但从这个例子里面好像我能感觉到 体制里面含有的这种要素好像又 有一定程度上牵涉到一个对于背景 对于作者中心的这种 关联系 那么他和在这个意义上 体制的理论要素 他和这种文本中心的这个 这个close reading 是存在一定矛盾性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说这个可参考的话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 这种矛盾和不对应的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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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这个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里面包含着 很有值得去研究的 那个 那个深度的 问题 就是 中国古人呢 其实 因为我们的那种解散度 和解散度 还是讲智能论事的 这是一个大成果决定的 所以 就是我们 就中国古代讲那个 讲体制啊 就是所谓的那种类型啊 它是因为它是从功能出发的 类型它就有功能决定了 所以功能就决定了 你这个诗的那种意图 所以你理解诗的时候 你需要去 要理解 意图 这个就确实和那个心情平台很一样 因为心情平台 因为它是 是允许一同灭物的 对不对 它是 它是那个和一个概念 就是一图灭物 它是 它是允许的 所以 所以 这个里面 我觉得是 有一种 这个传统的不一样 啊 有种传统的不一样 那么 这个 这个 所以 心情平台那样的一种 一种 研究呢 实际上我觉得到后来 到这个 70年以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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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青啊 还有这种 胡文青理论呢 还有包括下那个 这个 原型理论呢 这些其实 他们也都是在 要 要去 就是 打破这个 这个 新群带来的一种 这个 这个 它会带来一定的 这个 这个认知上的 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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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后来 他们的 非常 胡文青理论呢 还有这些 这个 把我原型批评啊 等等 这些 这些 其实都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 一个 就是要打破这种 甚至还有超过 三十 对啊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也还是要回到 这种 诗人论市场来 因为 因为这个 你不了解意图 我觉得是 意图是我们现在这个 一个文学批评的 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 就是我也曾经想 想写这样的论文呢 就是当我们在 现在文学理论 这种 就是相对 就是相对主义 这种价值观 还有就是 这个 漫漫的这个 这个 就是这种 很多传统的一种 这种 价值被 被 被取消 被相对化以后 我们怎么重新建立 文学批评的标准 这是一个现在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还是要 要 依据 要依据意图 来建立 我们那个批评的 那个基础 因为你 你没有办法判断 他的意图的话 因为我们只有 就明确你了解你的意图了 我才好判断你的那个 写作的失败还是 还是 那个 那个成功的 我这样说 就是我同意您说的 要適当 就是 意图的部分 始终 还需要引用到 是的 但同时我想说 是可以公布的 这样啊 它不是不再是一个 个人化的意图 它是带有集体意识的 就好像文体中的 规范性 它的体要 但它其实是那种 集体意识 对于一个特定主题 一个特定题材 它需要感到的内容 和意识的一种 规范性 也是 艾瑞克说的 最个性的逃离 伟大师哥 都是对于 一个狭隘的个性的 逃离 所以在一种集体性 好 谢谢 我觉得您 非常好 我 你这个问题 提的很好 其实我刚才发言的 其实也要想 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 体制 这个就是 也是看到西方 那个新批民主义 形式主义的 它的一个 缺陷 其实严格的讲 体制本身 这是一个 形式的 一个概念 是关于一个 作品的 形式的概念 而正是因为 这个概念存在的话呢 就 跟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文本 和文外 它不能决然 决然 分开的 像体制 这个 就跟文外的 你的私人的生活经验 你私人的 你不能用西方的 绝对能够 把它写开 自所以 那个 西方 新批民主义 它要把 那个 intentionality 你的意愿 意图 像干业的话 就要很明显的功力 所以这样的话呢 甚至它 像体制 这个概念 因为体制里面 就涉及一个 方选 方选的话呢 那是根本 违背 康德 整个西方 美学 对美的 一定 美 它是不能有功利的 不能有意图 所以你的意图 像干业的话 就要很明显的功力 所以这样的话呢 甚至它可以 带上一个帽子 不是一个 所以正是如此 在在现在 现在 那个 现在的 那个 新批兵主义也好 新式主义也好 它不可能 纳入的 像体制这样 一个设计 作品 功能的 社会功能 那个 那个个人的 那个 目的的 个人功利目的的 一个 一个概念进去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西方 它的形式主义 它的局限 它完全切割了 其实 文学形式本身 像体制这个概念 是很精彩的 它是超越了一种 绝对的文本 和文本之外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 从这样的来 我觉得可以 从这样的来 解释这个问题 好 我忍不住了 又 发言的太多了 好 下面 自曝大名 各位老师好 蒋老师好 泰老师好 我叫 小如梦 可能跟各位在座的 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不同 我只是一个业余的 古典师和爱好者的身份 来参加这次讲座的 所以我可能提不出很专业的问题 就是想发表一下 我听了这个讲座之后的想法 一个是我来之前 有一点担心 我想会不会很枯燥 我听不懂 但是我听下来觉得时间好快 居然马上就讲完了 就是蒋老师列举的那些例子 都是我们平常很耳熟能详的诗歌 但是他的讲法 还有一些分析 我都觉得很新颖很有趣 是我平时没有听到过的 所以我觉得收获很大 另外一点就是 蔡老师提到的 中西文化的比较可以丰富和开放的视野 哪怕是中文的学生也应该学好外语 我觉得这一点我感受也非常大 因为我虽然从小就很喜欢古典诗歌 但是在大学本课的时候 就选了日语专业 选了日语之后 我毕业了 又去当了小学语文老师 然后到现在 我又来到香港 生活 我自己就觉得确实是这样 虽然可能 我不知道我以后 会不会继续做语文方面 诗歌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觉得 比起说 它是我的一个事业目标 或者谋生手段 更像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 所以可能是我一辈子都是可以 在这个爱好中得到慰藉的一个地方 所以谢谢 谢谢 有一个项目 你们为了帮助支持我们这个项目 一个很重要的话 一个项目就是社会的效应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讲座 来改变听众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就是人生的看法 对人生的发展也会再产生影响 所以您这个发炎能不能够劳烦你 用文字问卷你 把它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将来可以 在我们申报经费等等 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像你这样 在不是学生 但是社会的 在来这个兴趣的 用你的话讲 来开拓精神的家园 我们为开拓市民的精神家园 做出一种微波的贡献 那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满足 所以先谢谢你们 把它 谢谢 好 好 下一位 请大家踊跃发言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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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感冒 刚才两位老师的对谈 主讲贾老师和蔡老师的激情的回应 我们听了以后 就觉得这一次的国学堂演讲 非常的成功 内容十分的精彩 那我那时想到就是从这个变体的这个角度 文章要变体 诗也是要诗人变体 都有一个体制的重要的问题 那么贾老师把它揭示出来 就是让我们理解就是这个这个 古代的这个诗歌的那个丰富的体制的概念 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那么作为这个刚叶诗 是因为这个陈千帆先生是研究 那个温卷 寻卷就是这个 这个唐人的这一种想谋求这个晋升的这样的一种 他的这样一种手段 那么这个干叶诗 它是要保持一种骄傲的分寸 就是既要表示自己的才华 才甜 但是呢 但是呢 你也是要像个人 你去干叶者 也是要表示你对他的这一种崇拜 身不怨奉万物故何 这个《襄阳奇丘传》 所以他就是这个气很足 《襄阳好好空日流水》 《襄阳有八德》 所以他这个有很大的一种地方的一个骄傲在里 所以他这个 对张丞相 他用这个干叶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个诗 《襄阳》的时候就是他表达自我太自我 就是对对方的那个尊重不够 所以他的干叶最后也不成 所以这个诗就是我们做《襄阳》的话 他那个可能拿捏这个骄傲的分寸 他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这是我读这个诗的一点感受 其实他最后那个典故 他把他把张九零比如说《襄阳公》 实际上也是也是有一种这个规征的意思 然后他他这个 端居此圣 这句是他自己就是你说的 给自己找一个古人做这个找个地步 对 就是这个 我不是让不要太 帮有道帮独老 他要想要在这个有道的时候 我出来是完全全 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就是 在古代去找一个下照医句嘛 就是为自己 这这个 不要显得太太太像功利太适 就去找到一个在古老的话里找到一个医据吗 但是他这样的话,有点自比八十余文王的话,这个是太骄傲了,这个可能是有点过的。 我觉得他的分寸是没有难的好。 所以像刘三变一样,最后太傲了。 你分之天师,你继续天师。 这里我顺便请教张老师, 我觉得孟后人的老师和整个甘岳的传统, 我觉得可能是对古文也有影响。 我现在想起了书册的上书密寒台未溯,就是一种甘岳的结构。 开头是讲,咋好河山,怎么样,四马迁,怎么样,你去游河山,然后你就会有气。 文章是有气,最后就讲他自己。 你觉得,要是从纯粹的文章权里面来分析的话,这个文章是觉得是失踪的,不是零。 有一种,因为断练的,不是那种标准的,他们追踪的场所。 但是从硬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很符合。 其实他的整个书密寒台未溯,他的结构和他的开头的夸张的描写等等, 我觉得,跟这个是一脉下重。 但是究竟是不是,这个唐代的甘岳师对那个文体的,就是散文的,就是古文的这个甘岳文体,会不会有这么影响。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这个,因为我不再做这方面的理由,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甘岳这种,包括李白有一些书信啊, 李白有一些上配当的书啊,这些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每个人的那种,每个人的这个位置, 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位置,定位这种差异。 所以李白,他就是那种,你把自己放得很高的。 对不对,经常就是,就是用那种,好像,你要来不少是我的话,那就是你的位置。 是你的位置。 对,他擦到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 东高的政治,东高的政治。 葛晓一老师写过一天,葛晓的论文,就是写的那个地方,干业,干业是。 好,那个,下一个问题。 时间往回。 今天,蒋老师封死不得瀑布的来,然后,我犯说又要赶回去。 因为他要参加一个,我开个玩笑什么,加冕的典礼。 广东省要授予他文书馆,那是很高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成人,一个学术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小人。 所以,也预先祝贝,蒋老师。 好,我们就用问题来感谢,以问题形式来感谢蒋老师。 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蒋老师好,我是,因为我是刚上大一,所以问了问题是这个思想多。 但是还是想请教一下。 就是在你们TVT里面谈到,有一句诗诗词是,千万不宜江上水。 然后给我们一个思考。 当时呢,因为我不是很懂这些音韵上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是不是江水上不更好。 因为这是我的想法是,以上图作结尾, 似乎是把读者那种心感和体味, 清纭到了水面之上那种,烟波浩鸟,清明朦胧之中。 更有韵界和幽远的那种感觉。 更加泥散,绵长,似乎那种境界之感就冥冥而生了。 但是江上水的话,它最后一个字落在了水上, 反而是进入了一种,就是水那种实体。 这个字带有的那种重点,整个走势就落下去了。 想象的空间似乎呢,也有一些必走的局限, 就少于一些那种若即若倪,似有似无的那种朦胧感和虚拟的。 和前面那种魂天梦迷的气梦,似有不服。 然后我就去追溯了我这种感觉。 我就想到之前读过一首词,是那个《少年听女歌楼上》。 我就想,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能变成《楼上歌》。 不然的话,它那个词那种心灵派水就平了。 然后,包括下面还有一种《贺舟舟》。 但它也不能变成《贺舟舟》。 似乎也有些不同。 所以想请问一下您,您的想法是什么? 好,谢谢。 我觉得你对诗的体会很细致。 而且作为你个人的感觉,都可以的。 你这样感觉也很好。 但是我们讨论诗的时候,它会按照一些规则。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江上水。 江上水底蕴。 听起来就叫好听。 江水上。 这个歌字里面,这就是《病》。 在唐人的叫八病之一。 就是你的声音啊,听起来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江上水对凤凰山。 水对山,它就是最后这个名词。 它的核心词是说在这个名词上。 你江水上的话,上去的方位词。 所以它这个后面,它的后面两句是有点对照的。 天梦不离江上水,人船狼寨凤凰山。 它这样是,它是有点山河水的。 它这个名词是江上水。 所以是考虑到这些名词, 我觉得用江上水比较好一点。 但是没关系,你这个多失望,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你认为那样好,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后面觉得那个例子呢,跟它有点不一样。 没有那个词,就好像不太好。 来,来,来,给那词。 谢谢您的问题。 下一位。 下一位。 好。 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研究生院,中国医区研究的学生,叫吴岳。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在我们如今的日常语言,以及学术语言, 特别是在文科方面, 我们的这种语言,如此受严重的西洋, 以及东洋的影响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将,我们学者在重新将中国传统这种文学评论题材, 形式引入,就是说我们引回到我们这个学术中的话, 会否遇到很大的阻力? 以及,如果有的话,我们会不会,我们学者是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重新将这个传统的文学理论带回到我们大众的视野中? 会否通过,就是比如重新解释,以及,呃,阐述这个,呃,像比如刘邪的文心雕龙,以及或者是王夫之啊,甚至是周作人之类这样的文学评论家的这些作品, 来,就是重新将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样带入我们的视野。 好的,那个,谢谢。所以这个,你的题目涉及到,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学界啊, 就是古,古,古代文论啊,或者是周文学理论,我们继续的一个,可能,可能是, 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就存在着一个,一个,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经常是在学会上会提出的,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当中, 这个,整个样,可不可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是可不可以,这个,啊, 借鉴这个,西方文学理论,或者拿西方文学理论来和我们做个对照啦, 参照,可不可以,那么当时都是有这样的,现在呢, 大家,大家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不会说是,说可不可以了, 而是会怎么样来,借,借鉴和参照。 那么,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古代文学理论, 或者说,西方文学理论,就是,经常不会这样,中西比较啊,或者中西什么的, 就是,我,我是不太,就是,赞成这样一种方式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西啊,它不是地域问题,它是一个时代问题, 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西方理论,都是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 我们讲到的,中国的古代文字都是,二世纪的,五世纪的, 对不对,都是,都是,其他世纪,都是这个时候的那个,理论, 它是一个古今的问题,所以我曾经在, 好几次讲到,说中西及古今,我们现在讲的中西就是古今, 如果你,你,你,我们要讲的,你讲的二世纪的文学理论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是吧, 我们讲的古代文学都是,很,很,十,十八世纪的, 是更,更早的,是,它们对应的文学,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学, 那么,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它中国,这个,早期的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写的这个文学概论的时候,你看,它们已经是, 用,用,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西学的方式来写了, 那为什么呢,当时,这个,这个,这个内地, 他们也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会想, 也用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这种模式,说是,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的屈辱, 就是说,要去,好像是,外来的一种,他们比我们这个, 文化相位高,是对我们是一种,被动的去,去,去,啊,接受, 都认为是,这个,都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那些学者写的,写文学概念词, 他们面对的中国文学,已经不是,刘贤面对的, 或是季耀兰面对的中国文学了, 他们面对的中国文学,就是鲁兴来与达兔这些人, 他们这个,文学,也不是像过去的这个, 这个,什么是,小说施文铃啦, 就是现在的戏曲小说,散文诗歌, 这种四分,四分法,对不对, 你必须要用这个四分法的这样的一种, 文学的一种框架来,来,谈文学,对吧, 所以你去看早期,比较早的那个, 叫刘文继先生,他写的一个文学论,比较早的, 他最早是,好像已经13年,在长沙明德中学做的课, 他框架已经是现代了,第一章讲文学的本质, 第二章讲文学的形象,第三章讲文学的语言, 但是你看他使用材料,全是中国诗画词画里的材料, 他框架一定是, 那么没办法,他面对的文学已经是, 不是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学了, 所以,现在讲到那个,这个西医学中修, 我觉得就是,是,讲,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学理论, 而我们讲这个古代文学, 讲到所谓叫古代文论, 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 它跟我们的生活已经断略了, 它是一个过去,面对过去文学的东西, 所以古代文学理论,他们甚至要拿古代文学理论, 来建立一个,一个什么,一个体系,来讲, 这个是,这完全不现实的, 这不可能的,他们,他们讲的那个文学理论, 只适合解释我们古代的作品, 为什么书法和绘画,你看他们认为, 没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焦虑, 书法和绘画还是讲戏啊,讲运啊,讲,讲笔墨啊, 因为我们的中国话,我们的戏曲, 还是沿袭的古代的表现方式, 我们可以拿古代的这个戏曲理论, 书法理论来解释它, 但是我们今天的诗歌, 你说我们什么书庭的诗歌, 北岛诗歌, 你能用我们列写概念来讲它吗? 没办法讲了, 因为他的写诗的方式, 已经不是按那样的东西写出来的了, 所以,这个中古代文论, 它面对的是多过古代的文学, 我们今天讲的文学里面是面对的今天的文学, 那么,古今的关系, 就是, 就像是这样的, 所以, 你只有一个人, 你只有明白人体的解剖, 你才能懂得猴体的解剖, 所以, 你一定是, 要在那个, 当今的这个文学, 肯定是更复杂的, 你要在当今, 明白这个最复杂的这个文学, 这个理论, 然后你再来回观过去的, 相对比较简单和论, 你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 你要讲中国古代文论, 你要想把它讲得好, 一定要借助于, 当今的20世纪的文学理论, 不管这是东方还是西方, 只不过说20世纪, 我们中国, 大概也没有太多的理论贡献, 我们正好, 就是, 拿这个, 就是西方的文论,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 我, 不需要太多强调, 地域的差点, 我们要注意到时代, 这是一个, 一个历史问题, 这, 所以, 我觉得一定要讲, 蔡老师, 对了, 一定要讲, 一定要学好, 学好当代的文学理论, 然后你才能讲古代文学理论, 你才能讲得清楚, 你才知道古人的, 他这话, 他说的是什么问题, 以古施古, 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能以古施古的, 对吧, 就像我们, 比方, 就说, 你说地上挖出来, 一个宝, 一些钱, 这些股钱, 你, 没法流通的, 你要去把兑换人现在的钱, 他虽然是个宝贝, 你不能把那个股钱, 拿那个黄金就去用的, 你必须要兑换人现在的钱, 才能进入流通啊, 话语也是一样的, 古代的理论, 都是要经过一种诠释, 所以, 古代文论的, 现在转换了, 我也不同意, 因为这个词, 为什么会, 这个转换, 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你怎么定义的, 什么叫转换, 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所以, 转了半天, 闹了半天, 这次就没有下文, 对吧, 这个不是一个讨论, 一个词, 所以, 我是喜欢好, 诠释, 对话, 这是我们可以诠释, 这次文化古代的, 文学理论, 我现在的解释, 告诉你这古人讲的, 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 相当于我们今天, 文学理论理论的, 什么问题, 这样, 你就能理解古人了, 你理解古人了以后, 你才知道, 古人讲的问题, 他讲到了, 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 他讲到哪些问题, 他处理了哪些问题, 哪些问题, 他没有处理, 或者他的, 哪些部分, 是有, 甚至超越, 前人的, 超越, 这种, 几方人, 都是有的, 我最近写一篇, 讲中国古人, 身, 俗, 身心, 这样一些概念, 就是, 所谓的, 跟独创心有关的概念,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不对, 现在, 你要按西方的讲法, 就是说, 心旧, 心一定是好的, 因为西方的这个, 所有的艺术啊, 我们的时尚, 都是心永远是好的, 心永远正确的, 但在中国的人, 就不是这样看的, 心旧, 它不是有是非的概念, 它就是成就的概念, 心到很多程度就好, 对吧, 不是说, 绝对心就是好的, 心到你身心, 或者你超越了这个, 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了, 人就会太不懂了, 这个是在信息学里面, 到底一个辅马, 如果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辅马, 大家读不懂了, 对不对, 所以辅马必须要一种, 一种沟通嘛, 一种有通学性的嘛, 那么, 这种人这种讲法, 我就认为, 他就是很深刻, 他把这个创心理解成一个程度, 就像你说一个流法, 你是喜欢三分手, 还是七分手, 对吧, 这是一个程度的概念, 这个就是非常, 后来我在郭兰的社学家, 他讲了美学, 他也看到这样的说法, 他创心是一种, 跳到好, 出的, 才叫好, 不是这么一定心就好的, 但是你现在这个, 西方的艺术, 它就是一种违心, 违心论就是, 这样子新的就是好的, 那么, 大家就, 比着你, 也别说心态, 比着你去, 他这个最后的就是, 那个已经, 当然, 你在艺术上讲, 你不能说, 不能说他这个, 不承认他的价值, 他主要是, 他, 能挑战你的一种一种视觉, 或者他能更新你的一种感觉经验, 都有, 都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他, 他已经到了你感官, 不能接受的程度嘛, 他说, 有一些现代艺术, 对不对, 已经到了你, 你感官很难, 那么, 那种是不是就是, 从艺术讲, 是不是很, 很过濁的,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我觉得像中国人讲的那种, 一种, 一种, 就是他轻,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中庸思想嘛, 中是, 不是说不偏不移嘛, 哪是不偏不移嘛, 就恰到好处嘛, 这种就是最佳的一个, 度啊, 就是这个度的概念, 这个我觉得这个共享嘛, 就, 就非常有意义嘛, 所以, 我想就是, 我们必须要借助于当代的, 这个文学理论, 来解释古代的东西, 让古代的东西, 能让我们看得懂, 知道有人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第一步, 这就是一个第一步, 然后我们才谈到对话, 才谈得上比较, 好, 好, 这个, 谢谢江王志导, 非常精彩的讲演的话呢, 会引起无数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讲者的话呢, 也能够给无穷无尽的, 有进一步的喜欢, 但是我们定的时间, 我想我们已经早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 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周四天把证券填好, 继续关注我们博学堂, 大家也希望能够关注, 风中号的这个贾老师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个关注, 如何越过中国出德, 这个在B站上, 点赶上这个贾老师, 稍稍继续我们的诗歌的决续, 太好了, 好,再见。